你們好,很開心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個訊息 就是講到建立和修補婚姻 首先我講一下在我的YouTube尹葉牧師 你會見到很多關於婚姻的訊息 以及有很多處理情緒、人際關係、溝通、同神關係 有很多的影片 而我這次所講的就是如何建立和修補婚姻 事實上婚姻是困難的 為什麼困難呢? 因為男女是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時候是有很多困難和難相處的 首先我們有個觀念就是 幸福的婚姻一生都享受和得力 一生都享受都會開心 都會覺得回家是開心的事 但是痛苦的婚姻一生都受苦 所以當我們對對方不好 或者執著於對方有些不好的地方 有時候有些人就說 他先壞 所以我就罵他 所以我和他不好 但是這樣的時候其實是一生痛苦的 所以我們一方面就是 我們學習如何對對方好 以及就算對方有不好 我們都不放在心上 我們處理 首先處理我們內心不受的影響 然後如何處理關係 而因為男女很不同 所以我們需要明白那個分別 我們才能處理到那個問題 首先我們在聖經說到 我們珍惜婚姻 這個聖經所教導的 《儀佛所書》5章25節說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這裡說到 丈夫愛妻子很像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這真是一個很高的愛 但事實上有很多丈夫 他只是想在太太的身上得到 他想要得的東西 並不是想著我去怎樣愛他 這就是很多婚姻的問題 譬如有很多人說 他快要結婚了 他會說什麼話 男的說話 哇他很美女 甚至有些會說 這些我們基督徒不應該說 他身材很好 他很有錢 很迷人 他會說這些話 他有什麼好他喜歡 但是很少人說 哇 神為我預備這個配合 我真的要愛他 珍惜他 我真的要珍惜這個婚姻 我一生就會蒙福 很少人會有這個心態 在他心裏面 根本沒有一個觀念 我越愛他 我自己越得福 這條經文也講到 下面講到 丈夫也都照樣愛妻子 好似愛自己的身體 愛妻子就是愛自己 從來沒有人恨自己的身子 總是保養故事 正讓基督愛教會一樣 即是我們人不會傷害自己的身體 不會無緣無故事 找些針戈自己 找些東西坐著自己 我們同樣 我們不應該去傷害自己的太太 因為傷害自己的太太的時候 其實是傷害自己 自然就吵架了 婚姻就不開心了 但是很多人是想不通這件事 所以其實 結婚是一定要首先明白 雙方都明白 在婚姻裏面的責任 怎樣去傷害 怎樣去有好的溝通 好的關係 怎樣令到對方覺得避愛和舒服 在婚姻裏面應該有這個心態 以及應該有些教導 才去準備婚姻 不過事實上 大部分的人是沒有這些教導的 大部分的人就是說 我已經有這個年紀 我也有入息 我就結婚了 只是說 我有這個條件 我就結婚 就沒有想到 其實預備結婚 其實很多人是未預備好的 好了 這裏就是 意思一樣 《二窟所書》五章三十三節 各人愛妻子 好似愛自己一樣 妻子都敬重她丈夫 說到另一個觀念 就是敬重尊重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太太 幾個走來聊天 就會這樣說 我老公真是很蠢 什麼都經常做錯決定 這些事情又很亂 真的沒有什麼用 這個人 亦都跟她說話的時候 就會說 你經常都這麼蠢 你有什麼用 你賺不到錢 這就是沒有敬重她丈夫 她說她真的這麼衰 但我們不尊重她 就變得越衰 而且越針對太太 所以 就算她不好 我們因為她的身份 而尊重她 這時候 這個婚姻才可以有機會好 妻子順服丈夫 在《二窟所書》五章二十一節說 又當全敬為基督的心彼此信服 你們作妻子的當信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信服主 這裡說到妻子信服自己的丈夫 不過在前一句 很多人沒有看前一句 他說 全敬為基督的心 就是一個尊敬神的心 來彼此信服 所以不只是妻子信服丈夫 丈夫也信服妻子 怎麼信服呢? 妻子有需要的時候 丈夫應該聆聽她的需要 關心她的需要 例如太太有些意見 有些什麼提議 丈夫也應該聆聽 看看這件事是否對家庭好 然後去順服 有些太太覺得是好的地方 去跟從她 所以這個順服就是 太太應該順服 但是丈夫應該順服 為什麼呢? 聖經特別說到 叫丈夫愛妻子 妻子就順服丈夫 有一個原因 因為神做男女是有分別的 在人類犯罪之前是沒有問題 但人類犯罪之後就有問題了 男的特色是什麼呢? 是體重工作 體重事務 體重方向 女性就體重關係 被愛 溝通 她說出她的感受 她的情緒 很想被關懷 這是男女的分別 當男性 其實她本性 因為人類犯罪之後 她就不太體重愛對方 不太體重關心對方 所以有很多男性 她在結婚的時候 只是希望太太 很柔順 很溫柔 很體貼她 每天都做她喜歡的事 她只是希望這樣 她並沒有一個心 說 我結婚了 我要對她 格外的好 時時 關心她 呵護她 令她覺得舒服 未必有這個心 也有很多男性 我發覺是比較難聆聽的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記得聆聽 曾經有很多問題 現在依然有問題 不過我一直學習 其實我學過很多 但是我進步了很多 但我發覺有時都會甩漏 我太太有時提醒我 你跟那個人聊天 好像她說句話 都沒有回應到 沒有留意到 人有時因為我們自己 本身有一個 agenda 有一個我想達到 於是我就好像她說話 沒有留意到 這是人的本性 男性就比較難去聆聽 所以她就聽不到她太太的感覺 她只是覺得她太太很暗沉 很囉嗦 所以她就沒有什麼興趣 沒有什麼興趣 關心她的太太 所以神就吩咐 你愛你的妻子 好了 神做女性的責任感是比較強的 譬如在家庭裡面 食物不夠 小孩子沒有照顧好 她是緊張很多的 她緊張很多的時候 她自然就會想 她想掌控 即是家裡的事 她很想掌控 她覺得丈夫也做不到 我一定要做 這樣 這就變成她 有時會跨越她丈夫 和踐踏她丈夫 所以聖經就吩咐她 你順服你的丈夫 和尊重你的丈夫 雖然她有些地方不夠好 她有些地方不懂得愛你 但你也尊重她 她會更加會懂得去愛你 也可以引導她 對方如何與自己溝通 如何互相相愛 那麼關係就會更加好 好了 我們首先 去建立婚姻 要明白男女的分別 男女的分別 真的是一個事實 大家看看這個圖 這裡都是用英文字的 右手邊是男性 你們看到 有三次出現性 性關係 三次出現性關係 男性來說 結婚的其中一個動力 就是可以有性關係 然後就是 吃東西 喝啤酒 看電視 看打球 這就是男性很多時候 會有興趣的事情 而女性有興趣的事情 就是 她會 先看看那個字 有寶寶 就是有嬰 以及說聊天 Quiet 以及他們是尊重愛 這些就是她阿滋 她當 heat 有些男力不明白 為什麼女人這麼多鞋子呢? 有些男人只有一對鞋、兩對鞋 女人這麼多鞋子,因為她想襯衣服 這就是男女的分別,女性會看重她的裝扮比較多 有些男性現代都比較看重裝扮 但的確男性是看重性關係和她想玩、活動 而女性看重愛和溝通 我們現在看看不同的地方 我們明白這些會幫助我們如何建立婚姻 男性的觀點,男性看重什麼呢? 就是看重她自己的地位,被人尊重 所以幾個男人走在一起,很多時候會爭取 要證明她比人好、對比人好 所以有時候一個男人說什麼東西 另一個就不太強勁,就不會覺得你說對了 我要說一件事比你的,你那件事不是很對 或者有個人說那件事很漂亮 譬如說那個器材很漂亮 另一個男人就會想說我知道有些更漂亮 有個說這輛車很厲害 另一個男人就說,另一輛車更厲害 男性很看重自己的地位和被尊重 男性很看重自己的地位和被尊重 不喜歡受命令,即是你說你掃地吧 她不喜歡聽到的 太太想跟她說掃地是怎樣的呢? 可以用一個溫和的方法 麻煩你掃地吧,我會很歡喜的 我們一起合作,令家庭更舒服、溫馨好嗎? 即是去引導她 讓她知道,她所做的是我歡喜的 是重要的 那時候那個丈夫會更加強勁 但你叫她快點倒垃圾 你整天都不做的 加上這個批判 有時候很多人的說話 她不知道自己在批判中 她說你整天都不做 她說你真的整天都不做 但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是批判她,即是說你沒用 整天都不做的 男人喜歡看誰聰明,誰聰明 女性的觀點就是體重人際關係 體重被關愛和體重分享內心 我以前有一個教會 我們聚會完之後 牧師站在門口 所有的教育出去都會握手 當時我發現有些夫婦帶著嬰兒 有些小的小孩出來 我發現帶出來的男生 小的男生和女生是很大分別的 女生看到我會很開心 她會有反應,她會回應 但是男生很多時候拿著小的小的玩具 看著她的玩具 沒有什麼興趣招呼 父母就要跟牧師說早安 她才會回應 也有時候很勉強 我後來很多年之後 有一次去到一個聚會 在一個聚會 有一個大約二十多歲的女生走到我 她說 二十多歲的女生 我說你是哪一位 她說我是那對夫婦的女兒 久以前我在教堂那裡見到那個 那時候她是手抱的 但她很久之後還記得我 女生會看重關係 所以最重要是丈夫關心她 愛她 在她來說是這件事最重要 但男生最重要是甚麼呢 很多時候是事業成功 賺到錢 被人尊重 很聰明 她就覺得這些是比較重要的 當然男性也希望別人關心 但男性不希望 經常都說一些很賣身的事 譬如他們聊天 聊些甚麼 聊打球 電視 一些節目 或者是說新聞 即是說一些不賣身的事 一說到賣身的事 她不太喜歡說 她覺得好像要把她裡面的暴露出來 她覺得不舒服 這是男性有的情況 女性就不要挖她的東西出來 即是需要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了解 亦都說出為何我想了解 就是我想能夠明白你 以及我能夠可以更加和你有好的溝通和關係 回到一章 先看看 好了 男性處理情緒和女性處理情緒很不同 男性都喜歡躲在山洞 意思是可能她找個地方自己 沒有人跟她說話 她不開心 有些事情發生 她不喜歡第一時間跟別人說 她喜歡先收起她自己搞定 她自己想好 處理好 處理完 她又覺得不用說了 她傾向於 不是很想說出她的問題 她亦都需要空間處理 即是讓她自己去處理 不喜歡太早傾訴 問題解決就不用處理情緒了 女性處理情緒是怎樣呢 就是會罵情緒 好像壓力煲 不吐不快 即是說她有不開心 她裏面就捱到行 她一定要說出來 如果不說出來 她就會很生氣 很生氣 想爆炸 這就是她的傾向 跟男性是不同的 她想說出來 很想別人聽 她人傾訴 等於有人分擔 男性來說很不明白 她會說 我告訴你也沒用 你也不幫到我 但是女性來說 她說出來 她會覺得有人明白她 她已經覺得 問題好像減少了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有個男人沒有錢 她說我告訴你也沒用 你也不會給我錢 除非她想給你借錢 否則她會覺得 說也沒用 但是女性 她會找她的朋友說 她不一定給他借錢 但是有人聽到 你家的經濟很困難 她聽到 她覺得這個人認同 她覺得舒服很多 這是女性的特質 和男性是不同的 女性亦需要 傾訴來輸解情緒 即是說她的情緒 她需要說 她才能夠輸解到她的情緒 男性處理配偶的情緒是怎樣 她是救火源 大家在右邊的圖 看到男性喜歡行動幫人 譬如說 太太說我被人欺負 男性說誰 我去打她 我做些什麼 有時女性未必是想她這樣 女性可能想她 明白她的感受 明白她的困難 即是說你很辛苦 我知道她們欺負你 令你不開心 即是想她感受到她的感受 男性就喜歡為人解決問題 以及認為分擔情緒是沒什麼用的 女性處理配偶情緒是怎樣的 丈夫有情緒的時候 喜歡尋根究底 喜歡打破沙盆問到底 為什麼 什麼事發生 為什麼會這樣 男的又不想說 為什麼呢 可能女的說 你自己做錯了 你有什麼做錯 她又不喜歡聽 而且她不喜歡說出她自己的困難 所以男性通常來說 不喜歡她一邊問一邊問 女性就希望對方分享她的困擾 就是你有什麼不開心告訴我 但是很多男性就不太想的 所以有一個方法就是 就是跟她說 就是當對方說一些問題的時候 不要太過壓迫性地說 你要怎樣做 快點搞定 這就是女性有時的情況 譬如有些男性 她身體有點不舒服 她不想告訴太太 因為告訴太太 太太就會有很多解決方案給她 你快點看醫生 你快點做什麼 快點做什麼 你不做 你什麼時候要做 快點約醫生 她會這樣說 男性就覺得很大壓迫感 她未必想這樣做 所以女性是需要明白 男性的情況跟她溝通 怎樣去引導她 讓她明白這件事 是不是一定要看醫生 或者是這個情況 暫時不需要看醫生 那男性更加很瘦 否則經常都吹逼她 要解決問題 就是很想對方說出來 那些男性就不想說 因為一說出來 那個太太就有很多話要說 女性通常來說有很多話要說 男性的傾向是怎樣 女性說的問題 不要理她 沒事的 什麼事 你不要當一回事 沒事的 男性的傾向就是這樣的 不太理會 但女性就太理會了 所以兩個大家就需要中和一下 男性需要關心對方的需要 回應一下她 我們怎樣解決 或者首先就說 你有什麼不開心 我知道你不開心 這件事影響你的 這樣去感受她的感受 而男性就多些去關心她 我們可以怎樣做 但不是教她怎樣做 因為很多太太就不喜歡 男性就說 你這樣做就這樣做 她不喜歡聽到這些 我想說就是 當大家聽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可能覺得 有些人來說可能沒聽過 就會覺得原來是這樣的 可能一下子我們吸收不到 你可以看回這個影片 你可以在網上找葉牧師 婚姻 你會看回不同的影片 你看回的時候 你就會記得這些分別 就能夠更加建立到 和配偶的關係 丈夫對配偶的期望是什麼 好看重就是溫柔 對方溫柔 不要巴渣 不要那麼大聲說話 柔和一點 在戀愛的時候 女性就會溫柔很多 又開心又笑 男性就很喜歡這些質素 但是一結婚 她就說 我太太變成了殘雞 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女性的責任感強 當她發現 丈夫有很多事情不收拾 很多事情不做 很多事情不跟她談 她就不喜歡 所以她想說 對方又不聽 越說就越大聲 所以結婚後就慢慢變成殘雞 這件事 其實丈夫越聆聽她 太太就越沒有這種情緒的情況 我自己知道 我和太太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一定會聆聽她 她留意到什麼事 她都一定會跟我說 那我就會去回應她 去跟她一起去談 去聆聽她 關心她 又一起去找出處理的方法 這樣 這樣她就保持溫柔 但如果我不聽她說 她就會越來越不開心 越來越不喜歡 丈夫希望配偶不要啰嗦 不要提過錯 不要經常說 你經常都是這樣的 這句說話我們不要說 你經常都是這樣的 你做了很多次了 總是學都學不到的 男性不希望她啰嗦 女性說我不啰嗦她又不做 其實她不做 你越啰嗦她就越不做 那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可以 有些情況可能傳WhatsApp給她 提一提她 大家討論了 然後說定不如什麼時候做 幫她一起想 不如我們安排什麼時候去做 但是如果她不肯的時候 都不要吹逼她 而是大家談到 令到對方被說服 對方不被說服 我們怎樣做呢 有時候有些女性就會很猛 但是一個方法就是 用一個柔和的方法 不如我們想一下 我們將來可以怎樣 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我們婚姻更加好 有些問題都是卡住的 那可以怎樣處理呢 不處理又不代表會解決的 那我們怎樣處理呢 用這些方法去引導丈夫的願意去處理 而且丈夫希望太太去照顧她 不過她又不懂得欣賞 即是說太太做很多事 她又不懂得欣賞 太太有時候可以說一些說話 即是說 我煮這些菜你覺得好不好吃 我其實很辛苦 我又要買菜又要煮 你會不會欣賞我做這些呢 去引導她 還有說 你欣賞我我就很開心 當這樣說的時候 不要帶著情緒 如果帶著情緒是怎樣 我煮這麼多菜給你吃 你都不出聲 你都不感謝我 你都不喜歡 那麼她就會覺得好像一種壓力 但是用了溫柔的方法 我今天煮你喜歡不喜歡 其實我又特意去買 我知道你喜歡吃 我又特意去買 特意去煮 煮得更加好 你會不會覺得好 去引導丈夫 試過有一次 我太太就在 我也不記得什麼情況 可能我生日 她做了一些特別的禮物 就是她自己做的 她做了之後 我又謝謝她 我就說謝謝 我太太就引導我 她說怎樣 她說 你想想我預備的禮物 用了多少功夫 我一聽 我知道了 我知道她說什麼 她想告訴我 我用了這麼多功夫 你只能說一句謝謝 我就說 我想到你 真的很有心機做這項禮物 我真的很欣賞 我很歡喜你 會做這項禮物給我 令到我很窩心 我有這個太太真的好了 我就跟她說 她說一百分 我太太就很懂得 欣賞我做到好的地方 我又經常欣賞她 我經常都會稱讚她 我經常都會稱讚個 Duke 這就令到他的關係更加好 是溫柔的方法照顧 對方是有回應的 而男性都喜歡身體接觸和性關係 很多身體接觸不一定是性關係 就是掌抱一下 揹匀留下手 揹在肩膀 親吻 這些都是會令到對方覺得舒服的 而有的情況 也都是這樣 有很多女性不喜歡跟丈夫有性關係 可能因為丈夫又不關心她,又不體貼她,於是她就不喜歡 不喜歡的時候,丈夫就會覺得很枯燥,結婚後好像沒有結婚一樣 也有些情況就是太太結婚後跟嬰兒睡覺 於是丈夫沒有機會跟她有身體接觸或有性關係 丈夫在這種情況下更容易有婚外情 所以太太令對方歡喜的時候,大家都是雙贏,婚姻更好 所以一定要處理裡面的情緒 有些人真的無法處理,都需要有婚姻輔導 因為有第三個人能夠說出雙方的說話 輔導的時候很重要一件事,我輔導夫妻 多數是太太求助多些 太太就找牧師,我丈夫這樣對我 然後我就問她們願不願意輔導 她說願意,那就坐下 我問丈夫,你覺得你們的關係如何? 丈夫說沒事沒事,挺好的 我問太太,很多東西出來 因為太太會看到更多他們的關係上的問題 她很想對方關心她 而丈夫覺得我天天回來吃飯已經是好的了 我又沒有外遇,我又做一些應該做的事 我已經做好應該做了 她就覺得這樣,她已經是一個好的丈夫 她不知道其實很重要的就是關心 去體貼她,去關心問候她 這個輔導的人很重要 不要只聽到太太的說話 就一直跟男性說 你又不對,你又做這件事不對 那男性不再想輔導 其實男女都有她的困難,這一點是很重要 男性她就覺得很困難去關心、去聆聽 因為有時她又覺得女性很長氣 很多負面的說話不尊重她 所以她又不敢跟她說 而女性就很想她說 但她又不肯說 於是雙方都有一個困難 那我就會跟雙方都說 我說,我明白這個丈夫 我明白你,你覺得太太好像很多事情 很難明白太太的心 為何要聊這麼多話 為何要這麼多話說 為何要這麼多情緒 為何要這麼多不開心 你覺得很困難 我會說出她的困難 然後我又說出女性的困難 就是你覺得丈夫又不回應你 又不關心你 所以你覺得很孤單 在婚姻裡孤單 我會說出雙方的困難 我說這個其實很常見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都是神做男女的分別 不過因為人類犯罪之後就變成這樣 因為男女犯罪之後 就變成了男懂得關心 在創世的時候 未犯罪之前 男性一樣看重事情 可能男性在伊甸園裡面 她更加會想管理 園中各樣的事情 她會有這種管理的心 但那時候她會很關心她太太 但犯罪之後 她就開始不懂得關心 開始小關心了 這個就是我會說出雙方的困難 我雙方都認同她的困難 而雙方都覺得我是關心她 曾經有些丈夫跟我說 她說真的好 你跟我們聊天 你是第一個人明白我的內心 我的困難 其他人個個都說我壞 是你便知道我的困難 這個都是我們能夠明白 我知道困難不代表我認同她的做法 但我就會引導她 我可以這樣的方法 這樣溝通 那就大家的關係更加好 我們明白她們的心態 就更加幫到她 其實在網上我也有說到婚姻輔導 如果你想看婚姻輔導 可以上網看婚姻輔導而牧師 然後就是丈夫希望配偶 相信自己的意思 尊重自己 不要什麼都說不行 不可以的 很多不喜歡 不贊成 妻子對配偶的期望是怎樣呢 給自己專注的時刻 專注時刻 男性來說是很困難的 專注時刻 可能拿手機出來 又看看 對方跟她聊天 又看看手機 其實有時不一定要看 不過她沒有心機聽 她覺得很長氣 於是 就找個手機出來 就去看手機 這個 太太就覺得她不專心 所以丈夫在這種情況 學習 真的專心聆聽 但有些丈夫就說 哎呀 很難頂啊 她這麼沉沉 哩哩哩哩 以前一個少女的時候 很爽 現在就好像變了我媽媽 很長氣 所以太太們也學習一件事 就是說 說話 不要那麼長氣 有時可能用一些 寫了辯條 或者用WhatsApp 去提醒她 我們這樣做 或者用引導的方法 而且當對方願意做的時候 不要再加多幾句 譬如這樣 她說肯做 哎呀 你早點做就好了 你搖到現在才肯做 哎呀 你早點做我就不用那麼激氣了 丈夫就說 我已經贊成你 還在那裡呱呱 她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其實丈夫是不喜歡對方 呱呱自己的 當然男女也不喜歡 好了 妻子另外就是 期望對方關心和細心 關心她 對她細心 是留意到她的事情 女性很容易問的 問這個問題就是 你記不記得什麼 你知不知道我喜歡什麼 男性來說 是覺得很難的 很難就是覺得 怎麼記得你的事情 這個就是 女性是喜歡 被記得 被關心的 我記得那時候 我還沒結婚的時候 那些不是女朋友 是普通的朋友 有時候她打給我 她很喜歡問一句 你記不記得我是誰 你猜我是誰 我說我猜不到 她很喜歡別人 認得她 記得她 這個就是 有時候 女性是喜歡被關心 好了 妻子希望對方聆聽 不要給她那麼多意見 不要說 你快點這樣做 這樣做 就搞定了 不要理她 其實太太是不喜歡聽的 我們可以說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難受 是很難處理的 回應她的感受之後 都可以跟她想一下 怎麼解決 可以怎麼解決呢 你有沒有想過 有什麼方法 去引導她 讓她說 就不是教她 不是教她 而是引導她 讓她去想一下 怎麼處理 太太很希望對方 回應她的感受 就是說她不開心 丈夫留意到 你不開心 你有點激氣 你有點懶惰 但是說話就不要很強烈 我看到你很懶惰 那太太不喜歡聽 就說 我知道這件事令你很懶惰 令你不開心 那太太就會明白她的感受 而且太太喜歡丈夫討她歡喜 做些事情令她開心 跟她玩一下 不是玩她那種玩 跟她做一些開心的事情 令她開心的 送一些她喜歡的禮物 不是一定要大禮物 是小禮物 記得她在街上買了些東西 送給她 她都是喜歡的 那就是做任何事情 或者說話令她歡喜 我經常都跟太太說很多 令她歡喜的說話 還有很多令她歡喜的動作 譬如她的背部有時有些緊 我跟她在一起 有時我都會跟她 記得跟她按一下那個位 我會記得她的情況 關心她的情況 譬如我們出街 或者回家 我也會 爭先拿拖鞋給她 拿鞋給她 她也會做同樣的事情 這真是互相關心照顧 體貼對方 令對方歡喜 這件事是婚姻更加好的 我太太有時有些地方 真是好得不得了 譬如有時 我們倆都上了床 忘了拿一件事 她就突然跑去 她就跟我拿 我自己拿得了 但她突然跑去 她很快地去幫我 這些是令到我覺得很好 令到我覺得很好 我就想珍惜這個關係 不想這個關係變差 我不想有一天她會對我 覺得反感 或者覺得不喜歡 我希望她以後 都是這麼喜歡和我一起 我也這麼喜歡和她一起 她經常記得我 都是我做好的地方 當然有些地方她都提我 提我告訴我我做得不好 聖靈就提我 去接受她說的事 和多謝她 我會說多謝你提醒我 這是對我的幫助 我亦都道歉 或者我願意怎麼做 她有一個好 就是當我願意怎麼做的時候 怎樣改 她就會停了 她就不會繼續說下去 這是很感謝主 我太太不是用情緒 帶動她的行動 她是管理她的情緒 管理得很好 丈夫在婚姻裏面的五大需要 第一就是性滿足 能夠在性關係上得到滿足 得到開心 其實這是互相建立的 丈夫又欣賞太太 關心太太 大家一起 什麼時間都享受 我和太太什麼都享受 譬如我們住那裡有村巴 有時遲了 過了一個時間 村巴走了 那我就說 我們現在開始拍拖 在等村巴的時候 都是拍拖的時間 即是說 任何事情 我們都可以看為一個開心的時刻 譬如我太太 其實她工作很忙 但是到了晚上洗碗的時候 她總是想和我一起洗 那她的原因是什麼 她就說 我一個時間陪你一起做一件事 她就是珍惜任何的時間 我們一起的時間 這個就是她能夠任何時間 即是會珍惜這個時間 令到我更加珍惜她 還有丈夫希望太太是一個消閒伴侶 即是說 一起開心一下 不要經常講家事 不要經常講困難 大家開心一下玩一下 所以丈夫有時 譬如她有些興趣 她都希望太太一起去參與 其實這件事是可以學回來的 譬如我太太 我試過有一次講到關於拍雀仔 其實那時候我都很少拍雀仔 我以前是拍相片拍得多的 或者我都很留意如何拍相片拍得漂亮些 有一次我看到雀仔 我就覺得不如拍雀仔 我就買了相機去拍雀仔 我太太初期都沒有一個拍雀仔的相機 但後來我就說服她 她又願意學 她現在來講 她跟我們出去的活動之一就是拍雀仔 她記得雀仔的名字還記得多過我 即是我就喜歡拍 我喜歡拍 尤其她起飛那一刻 我就會有方法拍她 一飛的時候拍到她飛 我太太記得一些名字 我也記得 不過她記得快過我 多過我 這就是培養的興趣 另一個興趣就是她 先說的就是踩單車 然後我們現在買了單車 我們就會去不同的地方踩單車 我們找到一些路線是沒有什麼其他單車的 是真的很消閒的地方可以踩單車的 這也是我們的活動 很多時候周末我們 起碼有這兩樣活動就是拍雀仔和踩單車的 這是消閒是大家都開心的 還有丈夫喜歡配偶有吸引力 有些太太結婚沒多久 頭髮就沒那麼漂亮 穿衣服就很隨便 很快就變了一個婆子 其實有些年齡 看到有些人不是很大年紀 很快就變了一個婆子 丈夫是不喜歡太太變了一個婆子 她是希望她保持吸引力 當然丈夫對太太好 是會令到她更加會保持她的吸引力 丈夫也希望對方分擔家務 當然丈夫也應該分擔家務 一起做的 然後丈夫希望太太會欣賞 欣賞和尊重她 妻子在婚姻的五大需求是 就是溫情 大家有溫慶的時間 是開心的時間 是有愛的時間 對對方好不一定有愛 我解釋清楚 應該說對對方好不一定有溫情 什麼意思呢? 對對方好可能說 她需要什麼我就買什麼給她 我就幫她做什麼 但可能沒有什麼感情 有些夫妻很多年是沒有什麼感情的 已經不會歡喜 不會看到對方會笑 會擁抱 或者說一些稱讚的說話 已經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因為缺乏了一種 建立這種溫情 我們需要建立溫情 就是多些說一些說話 令對方覺得舒服 一起的時間都是享受的 比如我們吃飯 有時候我都會牽著太太的手 睡覺也是會的 就是一個表達溫情 就是溫慶的時刻 一起享受的時刻 和太太希望丈夫會傾談 和誠實開放 會說出她內心的事 所經歷的事 太太跟我說 希望你發生大事 中事、小事都告訴我 我又跟她說 我希望你不要有很大的反應 你告訴我這些事 我告訴你 你不要有很大的反應 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 這也是大家的溝通和支持 妻子希望丈夫有經濟的支持 能夠有穩定的入息 家人就不用擔心經濟 還有希望丈夫毀生這個家庭 就是毀生這個家庭 能夠彼此傷害 丈夫因為這些事不開心 就是女人太囉嗦 女人沒有給她空間 女人要證明她錯 證明這個男人錯 女人要她聽話 你快些幹什麼幹什麼 妻子因為這些事不開心 就是丈夫沒有留意 或者回應她的感受或者需要 還有丈夫不關心那個太太 就是太太不喜歡的 好了 那丈夫和太太在婚姻中 應該要留意什麼呢 第一 丈夫是給太太足夠的時間 給她多點時間和她聊天 有些人就說 那就很浪費時間 尤其譬如我是牧師 我有這麼多事奉 我又給太太太 就變得浪費時間 但其實我和太太的關係 幫助我更加明白人 更加能夠體恤人 能夠明白人的感受 其實有些廣道我都會跟她談的 她都會給我一些意見 是能夠用她的角度去幫助我 去更加講的道理能夠幫助到更多人 丈夫應該學習給太太足夠的時間 看重跟她 和看重跟她的關係 看重她 譬如有時我 輔導的時候我會問兩方 你們可不可以欣賞對方 尤其在關係上 他們可以說什麼呢 她煮飯煮得很好 她會做家務 只是說一些事務性的事情 但被困難說 她很關心我 她很緊張我的事 我有什麼事她都會很關注 她會令我開心 這些就是關係上的 事實上有些婚姻是連這些都沒有的 因為他們不懂得 首先自己不懂得開心 亦都不懂得令人開心 因為有很多人是活得沒有喜樂的 所以我們需要和神有好的關係 我們人是喜樂的 我們人開心的時候 我們就懂得令人開心 在婚姻裏面會說一些說話 令人開心 大家一起令人開心 有時有些人不是的 他喜歡令人覺得不舒服的 試過有一次在教會 講到婚姻的講座 當時有些夫妻坐在那裡 後來有對夫妻願意出來 我示範輔導他們 在討論的時候 那個女兒就投訴那個男兒 有時遲 例如出街 遲 然後那個男兒就說 他又經常要游灰水才出街 我說游灰水? 你是不是講化妝? 他說是 我說 不過你說游灰水 你猜他的感覺如何? 他不知道他這樣說的時候 他說就覺得是開玩笑 他自己說就覺得開玩笑 但是對方聽的時候 就不是覺得開玩笑的 我們開玩笑的時候 如果對方不喜歡 其實不是開玩笑 是故意租質他的 所以我們看重的關係 我們就不去做任何事情 令到對方不舒服的 還有丈夫在婚姻中 需要學的就是分享感受 例如我開心見到你 我開心見到你煮的菜 我們一齊出街 我們大家說的開心的事 我是很滿足的 分享一些感受 或者甚至有些不開心的事 有時有這樣的情況 就算告訴大家 我知道有時 我都不太懂得關心你 但有時我做得不好的時候 你有很大的情緒 我都會覺得難受的 我們可以怎樣想方法 講的時候 不要令對方覺得被攻擊 首先說我自己的錯 我都會有時 因為這樣而覺得難受 大家去找一個 我們想想怎樣的方法 可以溝通更加好 還有丈夫留意 不要重複凡重陽的錯誤 因為很多時候 丈夫經常都沒有做一些事情 經常的衣服沒有掛起 一些東西擺好 這些就令到太太很不喜歡 不要做大男人 什麼都適合你 你聽完我說 而妻子在婚姻中 需要學習 就是給她多些空間 比如說讓我先想想 讓我先安靜 讓我先讓她 不要吹逼她 不要逼她 放棄她喜歡的東西 也可以跟她一起去參與她喜歡的東西 這樣便會建立到 一些大家喜歡做的東西 比如對方喜歡什麼運動 都學習一下 可以一起參與 妻子也不要打算改造她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太太結婚的時候 發覺她有些好處 有些不好處 就想著我結婚 我就會改造她的不好處 但是人是很難改的 當然希望人會改 但是人改變是很難的 所以太太越想她改 可能越難改的 不要打算改造她 慢慢引導她 而她有一點改的 立即欣賞她 就不要想著我要把它改造 是不會發生的事 人是不會完全改造的 始終她會保留她一些質素 當然一個成熟基督徒 是應該變得更加有愛心 成熟 這些是應該的 以及妻子不要將她貶低 以及不要堅持她錯 這些都是丈夫妻子 在婚姻中要留意的事情 好 我們今天時間關係 我只是講到這裡 就是講到男女分別 但其中都已經講了很多 關於男女相處要留意的事情 我們有機會的時候 我繼續講下去 希望大家能夠在你的婚姻上 如果有困難的話 大家可以有柔和溝通 就不是強硬的 而是講出 我都想婚姻好些 有些什麼方法呢? 我們怎樣溝通會更加好呢? 我想講一點就是 溝通不是婚姻最重要 是愛 愛推動有好的溝通 有些人以為溝通好就行 他沒有愛的時候 溝通都沒什麼用 是一定有愛 祝福對方 想對方好 以後他會說的話 令到對方舒服 所以一定是愛 想祝福對方 關心對方 這樣的時候 婚姻才能夠改善 溝通是其中一樣 還有很多行動 令到對方覺得舒服 覺得被愛被關心的時候 婚姻是會改善的 如果你真的 婚姻有困難的時候 你都可以找我 在網上 雖然我不能說 我一定會幫你做婚姻輔導 但我可以給你一些意見 看情況 你在網上找易牧師 你會看到我的電話在那裡 即是那些影片 我都把我的電話放在那裡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你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創造男 創造女 創造婚姻 這件事本來是美好的 但人類犯罪之後 就有很多問題 求主幫助我們 珍惜我們的婚姻 珍惜我們的配偶 能夠愛她 聆聽她 關心她 不要吹逼她 不要用強硬的方法 而是尊重她 令她覺得舒服 覺得被愛 求主賜給我們柔和的心 承認我們自己的錯 我們如何去改善 我們才能夠幫到對方 能夠幫到這個關係 當我們婚姻好的時候 我們一生都會享受 我們享受婚姻的時候 生命都可以享受 當人不能夠享受婚姻的時候 生命都會受苦 求主賜給我們動力 賜給我們能力 去處理這些問題 有謙卑的心去處理這些問題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大愛 有神萬事中 求主幫助我們為我們的配偶而感恩 祂所做的有很多好的地方 我們數算都告訴祂 祂好的地方 我們更加欣賞這個婚姻 更加有能力去改善祂 多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 中間有些人很有困難 在婚姻上很困難求主 讓祂一個柔和的心去處理 求主幫助祂在婚姻上能夠重建 多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名 阿門 祝福大家 主 祈禱同在 大大祝福祢 祝福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